今天是2023年7月10日星期一 在过去的一周里 周深的新歌没有能够在腾讯音乐游记榜上拿下特别好的战绩 不过歌曲如许依旧保持了在歌曲五大维度方面的推荐度套外 另外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是 周深自从参加腾讯音乐娱乐升典以来 首次在十大金曲方面落空 不过周深个人的热度却是持续高涨 到目前为止 周深在2023年完成了第28次微指数破亿 而且是连续13天微指数破亿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指数上升 也拔高了周深整体的平均值 也就是说 周深在过去30天的平均微指数也破亿了 破亿的确也正变得日常化了 恭喜周深 希望能够更加持久一些 除此之外 腾讯音乐还公布了第二季度 KQ音乐 巅峰榜十大巅峰艺人名单 周深已上榜269次 上榜歌曲23首 新歌榜再榜22天等成绩 位列其中 第二季度一共有91天 平均每天上榜三次 这也算是全情讲了 话题回到视频的开头 虽然周深在内地榜 没有拿到很高的成绩 不过海外榜依旧不俗 在最新一期的马来西亚新兴音乐龙虎榜中 周深和毛不易和尚的歌曲《家乡人》 继续拿下了周榜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歌曲连续五周拿下了周榜冠军 也是相当不错的 期待周深能够在更多的海外榜拿下好成绩 最后奔跑吧 节目最近彻底牙伙 没有了任何消息 已经断更连周了 不知道本周是不是有望播出呢 同样期待一下吧 对于今天的内容 你感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见诚更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